高雄市一間儲具行發生停車糾紛事件 也被車主PO網公審 雙方是當街互嗆 PO網的車主怒斥店家的車輛違規擋道 讓他車沒有辦法開出去 不過業者卻有話要說 你繼續 你是要紅 你給你紅 十七號大白天 這起停車糾紛 車主KEEP PUT指的店家當街標罵 還嗆對方要讓你紅 並把畫面PO網公審 沒關係沒關係 你繼續說 車主PO文怒指這家儲具行 把車輛違規停在紅線上 害他停在停車格的車輛出不去 最後車主還報警到場開單調解 引發雙方當街互嗆 是非對錯是不是真的 如PO文的車主所言 記者回到事發地點 儲具行也拿出監視器還原過程 怒斥對方的無力 這其實很好過 他就糟蹋 他就說 叫他串的太隆重了 是吧 在十七號上午 監視器畫面看到這輛黑色轎車 往後倒車停車 但其實車輛有三分之一 在車格外 後來這輛儲具行的摩托車 也停過來擋到了黑色轎車 在車主按喇叭示意之下 騎士把車騎走 而前方這輛休旅車 是儲具行的車輛 也就是PO文車主指的違規停在路邊擋到的車子 當時車主一下車大動肝火 先拿手機錄影搜證 並和店家互嗆 雙方互槓知道警方來到現場 對圖聚行違規的車輛開單 圖聚行當時承認自己違規 也心甘情願撤下罰單 但業者不滿 實際上的狀況是並未擋住對方的去路 卻被車主PO網公審 業者拿出畫面自清 到底有沒有擋到 畫面會說話 完了店家的清白 記者楊周明 高雄報導